中國的水電建設又迎來一個新的開始 就是在白鶴灘的水電站 第一組的機組正式接上網 投產供電 位於四專產寧南縣和雲南省考家縣交界的 金沙江上面 由中國三合集團開發建設 總投資是2200億人民幣 總裝機容量是1400萬千瓦 一個安障16台 中國自主研製的全球單機容量最大 功率的8萬千瓦水輪發電機 16個每一個是100萬千瓦 主站工程在2017年7月開始 現在首批兩台 正式已經投產發電 全部機組會在2022年7月投產 電站全部建成投產之後 將成為 僅次於三合工程的 世界第2大水電站 這個可以說是 另外一個中國人的 非常難得的建設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水電站的照片 大家會看到這個照片和 山學大壩 是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 它是壺形 其實應該是雙 雙弧道的曲線 而 它的壩身 非常之薄 因為這個 不是利用重力 不同的三合大壩 三合大壩就是利用它本身的重量 重到它不能動 而這一座不是 這一座是靠 把力 射在兩邊之間的生涯 所以它就不需要那麼厚 它是薄身的 而是雙拱形 然後我們看到 現在有兩個地方噴水出來 相信 這是一些正常的操作 讓河水繼續流出去 而我又不知道它發電了之後 那個出水口在哪裏 看樣子發電站的出水口不應該在這裏 應該在下雨的地方 這幅圖沒有看到 但將來 有更多資料的時候會和大家講講 這個 這個金沙江上的白鶴灘水電站 首批 即是兩個機組 今天2021年6月28日 正式 投產發電 希望這個機組可以繼續為中國 提供更加多清潔的能源